居家学习这四个字相信大家也听了快一年 有个事实必须认清的是 上网课的的确确暴露了资源分配不均 贫困学生深陷数码铃鱼的窘境 当官僚很僵化的时候 民间的互助和弹性就更重要了 非政府组织不忍见到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因为缺乏硬体设备而无法学习 于是在各地收集旧电脑 加以整修后再派发给有需要的家庭 修理达人林辉良从小就热爱维修旧物 至常就喜欢把人们眼中不能用的废物修理再用 还在社交媒体传授多年的维修知识 去年3月第一轮行动管制令开跑后 他在网上发现不少人寻找二手电脑 这才知道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 买不起电脑就无法上网课 跟不上学习步伐 因缘计讳下他就找来其他伙伴 各司其职 向社会大众募集回收旧电脑 再把旧电脑统一维修 之后再派发给有需要的学生 民间组织的善举成功抛砖引玉 鼓励了更多善心人士号召捐赠二手物品 目前他们已经收集到200多台旧电脑 不仅解决了民间旧物断舍离的麻烦 维修后的电脑也重获新生 汇集清寒学生 截至目前 义工团队派发了19台再生电脑 给全国19户低收入家庭 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义工李慧慧挨家挨户 把维修好的电脑送给孩子 没想到小小的举动 却换来大大的改变 我以前是老师 然后如果我现在知道我的学生 因为没有办法 没有钱可以买到电脑 没有办法上网课的话 我是不是也会想办法帮他找一台 这个孩子的妈妈说 他自从拿到那个电脑后 他很认真在上课 我没有想到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 小朋友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不一样的变化 常是在做更多 或者是公众人士知道这个资讯 无论是要捐电脑的 或者是能够帮忙修电脑的 哪一个孩子需要电脑的 也一起让我们知道 然后我们继续再把这个力量 就是传播出去 当然旧电脑再多 维修进度也远远不足以应付 广大清寒学生的需求 绿宝回收也正在招揽义工加入维修团队 想要捐赠旧电脑或成为维修义工 可以浏览绿宝回收的官方面子书 了解详情 马兴社电视张宇柔采访报道